看看新闻网 12月份德云社来到上海的演出爆棚之后 时隔不到五个月的时间 郭德纲再次携带他的弟子们来到了上海 距离演出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 不少相声迷就早早赶到现场 为的就是轻而感受德云社的相声魅力 这次凑个菜来的 对对对 今年郭德纲有到上海演出 你没有去看过吗 没有没有买到啊 今年是很早就订了这个票子了 我们很早以前就在网上订了 所以觉得能够拿到这个票还是蛮荣幸的 希望他能够照常发挥就可以了 我觉得他应该说 随便说一句都能够把大家逗笑 场外热闹非凡 后台却井然有序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 郭德纲和于谦两位主角 一到常宁体操中心 首先就去检验舞台 随后便在后台与德云社弟子们 一起准备演出 反正每次来的时候都重新调整 不管是演员 还是节目 包括一些新节目 都愿意先放在上海先试一试 因为在这儿演员的节目 温一点或者说 把我少一点 在别处可能就有风险 但唯多在上海没事 这是观众素质所决定的 晚上七点半2012 《我叫郭德纲》系列相声演出专场 《上海战》正式开始 《上海战》专场 《前ilaER专场》 《中身卒色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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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支出专场》 《这样庚instant石纲》 是真的吗 姑娘你真不嫌脏 当天体校中心坐无虚席 郭德纲和于谦心情也是大好 段子一个个唯唯到来 首先要从于谦的曾祖父开始说起 家里祖祖伯也都是老之人 跟人家家里比不了 我们家都不老之人 不是不是 我是说我们家都是正经人家 还不如这老之人呢 不是我是说我们家是普普通通的百姓 谁不是 您的家可就不一样了 是吗 有身份 出乡门帝换官之后 这你把我心里变了 你知道我说得多快乐 快乐不行 换官之后 那应该是 叫官换之后 官换之后 按照郭德纲的说法 于谦的曾祖父曾是朝中要语 退休之后也没有忘记发灰余热 写下一本洋洋洒洒的回忆录 不过这话里话外 郭德纲都没忘记拿老爷子开玩笑 我的前半生 曾经在里边提到了 说在十几岁的时候 在皇宫里边和你曾祖每天在一起 哦 着心相处 挺好的 就是当时他曾祖 作为一个大总管 每天都在一起 不是皇宫 直接说了 大总管 就是相当于李年英那个身份 太厉害了 那咱们就不太清楚了 调侃于家老小是郭德纲的拿手好戏 从于谦的曾祖父到祖父 再到于谦的父亲 一个都逃不过郭德纲这张利索 他祖父是武林高手 刀枪剑机 斧月勾差 各式各样的兵刃拳斗型 在北方一带 江湖客号说他的祖父是 冷面杀手 就这么狠 简称冷面杀手 简称全称有吗 全称是朝鲜冷面杀手 什么乱七八糟的 可厉害了 可别厉害 吃货呀 有墨竹吃多了 哎呀 朝鲜冷面杀 很厉害 这玩意大喝的 很早不起啊 后来到他 到他父亲 你别往你那拍下来 介绍我吧 你往你那拍下来 这个人很适合 您怎么说 他父亲 你晃给我上来吧 你哪有那么些毛病啊 到他父亲 没那么些 没有那么些 你不承认这个天啊 没有话 你那么一说 四千多 话说到了于谦这一半 虽然家道有些中落 但好歹出了于谦这么一位 横跨相声界和广告圈的名人 郭德纲自然不会忘记夸夸这位好搭档 这行业里边 其实于老师比我有出息 您想很客气 真的 您太多了 大伙知道郭德纲是才有限的十年八年 人家红的也早 有钱也早 当年拍过电视剧 那倒是 如果说像郭正前是一个拍电视剧 演戏一下 拍电影 做了很多的广告 也有 很多企业都找他 是 做了很多广告 做了三四个吧 你想一想 请他做那个形象大变广告 形象大广告牌 终于 我就别打广告牌了 什么叫形象大变 那应该是 你觉得有区别吗 区别不区别 我也不能我改模仿秀了 就连于谦的一些生活习惯 也被郭德纲拿到舞台上调侃 他养了很多的鸡 也有 还种了很多青菜 那这绿色食品 外边的青菜农药超标 没错 人家自个家种的 没有任何化学的东西 各种青菜按集结上 是 吃着放心 没错 全上的全家人自己的肥料 这得多那么拉呀 十亩地 把全家人累得跟舌舌 爱搞怪的郭德纲 还把于谦的小爱好编成了小曲 要做神仙 家伙飞天 便是曾经 妙不可言 唐头喝酒抽烟 当晚的这场演出 上作率将近百分之百 郭德纲 于谦 共返场三次 直到凌晨十二点 演出才在德云社的摄歌 《大石化》中落下帷幕 看到往日被划分为 北方曲艺的相声 在上海这座海派城市 受到如此热捧 让郭德纲 对相声艺术的未来发展之路 更有信心 新娱乐在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郭德纲 我是于谦 很高兴在上海演出 每次演出都是特别愉快的事情 感谢朋友们这么多年来 对我们的支持 今年的下半年 12月28号 郭德纲 于谦 带着德云社 还会来到上海 希望父老乡亲们一如既往的 这么支持我们 希望你们快乐 咱们年底见 新一日在线 上海独家报道